所以就集體上訴堅決反對 八九跟另外一個頻道 要來一起共襄盛舉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你們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我已經是走線的第三天了 因為台灣最近啊 兵凶戰危非常的危險 所以我決定走線到美國 你也知道咱們的中國護照啊 去美國沒有免簽 我在美國大使館那邊 面試又被拒簽了 所以我只能走線 有沒有大家看到 我現在人在洪杜拉斯 因為最近中國跟洪杜拉斯有免簽 所以我合法偷渡到了洪杜拉斯 現在要走線去瓜地馬拉 然後再去墨西哥 這是我身上僅有的美金 這個用完了就沒了 我第二天的時候就碰到一些中國同胞在詐騙我 敲詐我 我本來有三疊的你們各位知道嗎 嘿嘿 Give me your money Give you what? Money money Give me No No Give me No China I'm Chines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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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China Yeah I give you money OK OK I give you money I don't bring my money Get the f**k Why Because You are Chinese You can go FREE This is Taiwan Get out 不說了 再說了都是累了 我們等一下就要走線 去美國 這是我的員工 Ki cheng 你好 哈囉 哈囉 你不舒服 要扣薪水了 我也沒有薪水再發給你 我們今天的目標是 莫希哥 太遠了 太遠了 走不到喔 先去掛地馬拉拉 走去為什麼要戴護照 對啊 咱們偷渡為什麼要戴護照 對啊 這都被拒絕了 不好用 不好用 這是旅行文件而已啊 對啊 要幫我拿去丟了吧 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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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走了 沒有任何東西 這個才有用啊 對對對 搭了 搭了 今天是我們走線到美國的第653天 現在我們到了瓜地馬拉 我們已經迷路了60天左右 現在身上的美金剩200塊 剛剛被打劫了1000多塊 都是中國同胞在騙我們中國同胞 他說有這個出租車可以坐啊 最後上去啊 我員工差點要被割夭著 好渴啊 喝可能會不會越來越渴 這個你剛買多少 500多塊 咋不買水喝呢 我想說這樣比較有去美國的氛圍 八九 啊 我 我不行 我真的沒力啊 你趕快吹蟲嶼吧 快 還有蟲嶼 你自己撐我的余智 你一定要平安的到美國 你身上好像都沒吃 剛剛買可樂買礦的 我找到我可樂拿走了 你身上會怎麼值錢的都拿來吧 就剩這一個啊 我不要 這我吃吧 就是你 腳尾飯吧 要替我那一份努力一起到美國 怎麼走得很像殷屍路 這中國地溝游都吃了就算啥呢 在中國都吃老鼠頭了這個算傻呢 Taxi 嘿 哈囉 走線到美國第一天直接買車 這個要怎麼連WiFi呢 歷經了千辛萬苦 我們終於走線到美國了 享受著一瓶 85塊台幣的可樂 這次來美國最主要的目的 除了玩之外啊 最重要的是找了 當地的五個反共大V 這五個反共大V是誰呢 我覺得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一下 我們來這邊其實就是想要促進一下交流啦 大家這個反共圈其實有不同反共的目的 不同反共的意義 我們從這個不同層面去理解一下 大家反共的目的是什麼 以及這個對台灣的看法是什麼 那這邊其實啊 還是想分享一個蠻悲哀的事情啦 本來五月的時候啊 有廠商邀請我們來美國參加一個 所謂的創作者協會 這個在美國每年都會舉辦的 有抖音的啊 TikTok的啊 IG的啊 YouTube的啊 還有這個部落客啊 都會來共襄盛舉 台灣也有很多YouTuber會來嘛 然後來互相所謂的Fit拍片 或是學習人家怎麼經營自媒體 主要是這樣的一個交流影片 那我們很榮幸的本來也被邀約了 還有另外一個頻道也被邀約了 跟我是同個性質的 我跟他也是合作過幾次 但是啊 台灣的有些創作者啊 可能因為 害怕跟我們同框 會被貼上所謂的政治標籤 或是被貼上什麼 你反共也是台獨的標籤 怕掉粉 或是廠商沒有業配找他 所以呢 就集體上訴 堅決反對 八九跟另外一個頻道 要來一起共襄盛舉 那最後廠商本來是協調說 OK啊 那你們可以不要互相Fit 也不要互相拍片啊 那我們廠商也是想要邀請 八九他們來參加這個活動 你們可以不要互拍沒關係 因為行程是跟在廠商 所以我們行程還是走一樣 你的畫面就不要拍到他 他的畫面也不要拍到你 但即便是這樣子呢 還是有一些創作者擔心說 大家觀眾會懷疑吧 他剛好這天在洛杉磯 他這天也在洛杉磯 他這天在Disney 八九這天也在Disney 你搞台獨 你反共 你政治化 我要退你粉 其實如果藉口說到這裡 我就覺得有點過分了 但其實我也是能理解 我能理解 你因為怕碰政治而掉粉 甚至是斷送廠商的代言 這個我絕對都能理解 但是後續那個藉口是有點多餘了 所以少數服從多數 那不能來就不能來 那怎樣 我自己還是來啦 我自己也是可以扮一個 反共的走線 反共的大V 國主YouTuber們 互相Fit 我也是可以這樣搞吧 所以話說回來 我覺得還是蠻悲哀的 身為一個台灣人 活在中共旁邊 天天被他文攻武嚇 在國際政治上 國際運動賽事上 都會在被欺壓 然後我們的頻道出來 發聲出來 呼籲這件事情 呼籲大家看清中共的表面 不要嚮往這樣的國家 我們應該要團結起來 我們應該要抽發的謊言 打不打的過是一回事 你敢不敢站出來 跟MeToo一樣 是另外一回事 看到MeToo事件 越來越多人勇敢站出來 這跟反共的性質不也一樣嗎 欺壓你的人 性騷你的人 他可能比你厲害很多 他可能比你強很多 大家勇敢站出來 中共對台灣也是做MeToo的事情 整體性騷 他說你是我的一部分 然後我們今天來呼籲這件事情 不應該有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這個行為 會讓有些人覺得 我不想跟他同台 我不想要站正式 這個我都能理解 我絕對都能理解 但是說到後面那個 我甚至不要跟他同個行程 不要跟他同一台車 過分啦 過分啦 那我現在人也在洛杉磯 你們也在洛杉磯 你們搞台獨是吧 你們反共啊 I don't care 我也不想要講你們是誰 覺得蠻心寒的 還有一件事 就是廠商都邀約我跟另外一個頻道 這樣的性質的來參加這種創作者活動 也代表說 外國的廠商是認可這樣子的創作自由 創作環境 台灣秩序的多元包容 但事實上呢 台灣差得遠啦 聽到這個消息的當下 馬上又去問 另外一個同性質頻道的創作者求證 他也遇到一樣的問題 當下的我們突然有一種中國跟台灣的即時感 中華民國台灣在 那不是他退出就是我退出 其實講真的 誰想每天拍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影片 我是跟頻道嘛 我一條影片最少啦 也有1500多條 平均是2000多條 高一點有四五千 一支一天 如果是論流量來人以分群的話 我真的不輸你們 如果可以的話 誰不想拍整天吃吃喝喝的影片 整天聊八卦 聊哪個藝人又怎樣 最近有什麼很夯的年輕的流行什麼 誰不想 我自己也是人 我自己也喜歡娛樂八卦 人都喜歡嘛 但總不能大家全部都做這個 沒有人在關心我們的時事 沒有人在關心我們的局勢 國際情勢 當然看到這裡一定會有人說 你不就是拍笑小粉紅的影片嗎 欸那就是你付錢啦 那就是你特別挑我笑小粉紅的影片看 我講深度議題的你不看 我講中美台印太戰鏈 G20西安峰會跟在日本舉辦的峰會 兩者的對比 那些你應該通通都不看 你也覺得不需要 那不重要 但你以為那個是一般 吃吃玩吃吃喝拍吃吃喝 頻道的人講得出來的東西嗎 那個你要讀過很多歷史 那個你要了解國際情勢 你還要讀 中國的宮廷鬥爭文化 你還要了解美國的國情 你還要了解俄羅斯 中國還有中亞 他們如何在跟美國的印太戰略 平衡在鬥爭 中美如何脫鉤 脫鉤的速度 現在是 加快還是減緩 還有聖上這次見布林肯 為什麼拍場搞得跟 他去見香港特首是一樣的 以前沒有過 這又抑鬱的是什麼 這些 沒有讀幾年書的人 沒有在看國際新聞的人 誰分析得出來啊 就天天 他就是笑小粉紅的頻道 那就是你 對於中國的認知 就停留在那邊 我講其他聲的你吸收不了 所以你只認為 我在講這些 是你膚淺不是我膚淺吧 當我好幾集在講 中國爛尾樓分析 跟中國經濟數據分析 裡面的貓膩 中國GDP的貓膩 中國進出口的貓膩 中國人民幣為什麼會跌的貓膩 這些流量確實不如 哈哈哈哈小粉紅來得好 對吧 因為可能看懂的人也不多 所以 總得有人出來做這些吧 中國風風避避的問題 當然這也包含了小粉紅 8月的時候有這個 交通議題的遊行 我也會去嘛 挺同志的這個遊行 同婚的遊行 我有去參與過啊 雖然我不是 這也是政治啊 任何你覺得理所應當 或是你覺得不該被這樣對待 全部都是政治 所以你覺得政治要多髒 算了 自己台灣人都不挺 自己台灣人 也沒差 打不死我 只會使我更強大 生命總找不到另外一條出路 所以我現在來這邊 跟其他反共Youtube 拍一個走線的影片 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角 下次見啦 掰